制作考试小锦囊的目的 是将对话、视窗和听便考试的考试范围和过程演示出来 给考生参考 片中各个考试引用了第一、第五和第八级考题作例子 其他各级的考试程序也是相同 根据所演唱的曲目 考官和考生进行短时间的对话 考生回答考官的提问 考官会就考生的回答继续追问 而了解考生对阅曲知识、曲式的理解 或者曲目背景的知识 第一至四级考生需要回答考官有关阅曲知识的提问 第五级考生要回答考官有关阅曲知识 和曲目背景的提问 而第六至八级的考生就要回答考官有关阅曲知识 曲式的理解和曲目背景的提问 此外还要念出考官指定的阅剧官话 各级考题都不像标准答案 考生答多了不会扣分 答少了考官可以继续追问 以体现对话的精神 一分钟时间的准备 第一至四级考生时唱公车谱和数丁板 第五级以上的考生时唱连曲词的公车谱旋律和数丁板 第一至八级考生听了乐师就出旋律句子之后 亨出旋律和同时数丁板 如果考生听得不清楚可以要求乐师重就一次 第三至五级考生听了乐师就出挪鼓点之后 讲出挪鼓点的名称 如果考生听得不清楚可以要求乐师重就一次 以下引用第一五级考题和八级考题作例子 其他各级考试的程序相同 刚才唱首歌 我想问你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这首歌叫《红中类》 你知不知道字的隔离 我们的柏子符号交叉是什么呢 证法 对 交叉代表重拍的正白 如果重拍和重拍的中间有个像L那样 那是符丁 还有想问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平后 什么叫纸后的分别是什么呢 平后主要是用真爽即是真声 然后主要用假扫打声的显示 好 好 现在事畅考试第一级 是第二条题 请你准备一分钟 然后就自己试考试了 好 今天就完了 现在试考试 请求教师傅给你第一个音 三千五秒 好 这个正面考试就是彭演师傅 帮你听几个音 听完你立刻背出来 有文靠字 准备好吗 好 请 请问可不可以再来一次 行 再来一次 啦啦啦啦 好 好 那你刚刚唱完首歌 唱完首歌的调色是什么呢 是依反 依反 是有别于哪些调色 是跟正线两个很难的分别呢 虽然它们是同一个线 但是它们的定义是一样 但是依反的重点的音 是以依反为主的 相对来说 功和事的出现率就会比较低 所以整个调色的感觉 就以依反而定义 没错 有些人说 我没有人唱歌 自正康言 那你怎样解释自正康言 我认为自正康言的意思 就是要弄字 就是唱那个字 出来的时候 那个字头很清晰 被人听到那个字本身是什么 然后就弄到那个康的部分 就是一个字严重 那个音的部分 那个康的时候 都要拉得很圆滑 令人感觉到一气康城 和有一个天狡和旋律感 那我就认为自正康 嗯 诗唱考试第五级 题目是第一题 有一分钟给你准备的 好 一分钟够了 现在请投家师傅给你第一句音 啊 结伴虽无人 由心我自谦 好 我们现在由彭片师傅 玩几粒音给你们 作一个庭弦的考试 他玩完之后 有白纸 你就背出来 都要弄完拍子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请问我可不可以再玩一次 再玩一次 好 行 听便考试 考罗古点 那现在呢 就 罗古师傅呢 打一次个罗古给你听 然后呢 你说个罗古清给我们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这个是什么 好 好 剛才你唱了一段四平二王 我想問你四平二王 和二王的結束音 又和光子的結束音有什麼分別 四平二王結束音就是 上句是收青 下句是收散 而如果是有結束肯的話 就會是收黃 因為是二王類 所以平子後也是一樣 普通二王結束音 就是上句下句 收青 或者是黃 視乎是陰平聲音 或者是陽平聲 它的分別是相反的 而和光子的分別 就是光子是平後 跟子後的結束音不一樣 平後的結束音是 上句收車下句收散 子後就是上句收散 下句收黃 好 那你聽過有女康 什麼 有聽過 聽過 為什麼有這個名稱 女康是自己 和女前輩所專用的康 或者是她先鮮第一個設計出來的一種康 那是她經常在她的名曲裡面會唱到 那我們就把那些康 就稱之為女康的一個名字 你可不可以舉一兩首名曲 有超官出賽 你是一代天宵 嗯 好了 考到第八級 你應該懂得官話 即是中周文化 我現在考這句官話 庫馬爺拿走來 庫馬爺拿照來 市場考試第八級 現在我們考第二條題目 有一分鐘時間給你 好 夠一分鐘了 現在請求教師傅玩 第一個歌給你 雙年和並有世民 不放茶針 不放茶針 哪有內情 好 我們聽遍考試 由庫馬爺師傅 發音給你聽 聽完 你就背出來 連拍子也要拍子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嗎 好 謝謝 請問可不可以再聽一次嗎 好 再玩一次 開始 聽遍考試 諸陰 我現在聽了其他數次 十分有事 顯離 聽完除了說羅古明清之外 你還要說羅古經 準備好嗎? 準備好嗎? 那你可不可以再聽一次? 可以 再打開一點 這個羅古是拜祭儀 拜祭儀 那羅古經呢? 羅古經是 各差各差三差各差各 三差各 三差各 沒錯 學生請在協會網站 www.hkacos.com 閱覽更多參考資料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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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